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方有人攻击我 凭借从小上访接瓦的底子 我四平八晚的冲向安全位置 今天这次赌桥 我一定要借尽全力 赌得干净利落 赌得富有技巧 来到这个位置 他们扒杆子也打不到了 我打开一个全能医疗箱给自己包扎起来 千万不要说这是奢侈 如果能多消灭几个敌人 这点成本也算值得 前面有坏人 这一枪没打中 没关系 可以显得接下来几枪更加真实一些 赌注 要有重考 一个 四杀 成功灭队 至此 本次赌桥圆满成功 收获还是蛮不错的 当然也付出了一定的成本 比如一个全能医疗箱 还有可怜的小七 很快我们转移到一处新的猎杀位置 根据听声编尾M车有只小队真的向这边靠近 这个时候 我们的炮终于可以发挥作用了 来到上方风景独豪 四周低情节的视野之内 让人忍不住就一种万丈豪情从心底奔勇 也让人忍不住的不由的问自己 我是谁 我在哪里 我为什么这么强大 突然 我听到一声轻微的小呼声 这里有潜伏 搞定一个 但我没办法补枪 所以这属于无效接到 不过三岛显然有自己的想法 他竟然驾车顾身冲了过去 至于是一高人大胆 还是自打送人头 这一切尚未可知 三岛这段功楼 让我们一起祝福他 诶 又来一台哈化跑车 我需的瞄准驾驶位置 然后第一枪打出只空穿透的玻璃 所以第二枪直接打到同一个孔位 保住地打 这个距离大约340米 能够两枪击中同一个位置 证明了我的枪法还算入门 大家还不快快 等一下 三岛为何抛弃自己的球车 而且他的步伐为何如此沉重 哦 天呐 他怎么把对方给扛回来了 莫非 不想 我绝对不允许我的团队犯思想他的错误 我们都是好人啊 瞧 这样多好 皆大欢喜 诶 真终于被淘汰了 竟然没有队友救援 战友之情如此淡薄 让我瞧不起 不好 有个战神来了 危机解除 现在赶紧进圈 寻找新的局刹位置 波波车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吃鸡道具 只要不被私人激活就等于做了一条命 例如现在 我就盯上一个可恶附地魔啊 这一下子撞了个结结实实 重来他有自救器 随时我们三人占就这个圈的最高处 可不看四面八方 没有意外的话这盘鸡不会跑落他处 所以你看 其实吃鸡很简单 只惜懂得利用好地势 同时再有一点点技术 当然 学会听声变味也至关重要 这可以让你轻松躲避一些潜在的威力 赶死 再拿 谁打的我 你别被我找到 我一定要弄死你 而这个时候 战略性转移就直观重要了 当然 这可不是怕 而是故意失落 从而诱敌深入 大家莫要误会 呀 包子这么倒了 我和三脑训组前去支援 几些浓厚的战友之枪 前方有危险 敌人躲不躲呢 现在过去会不会很危险 哇 该三局击击手就倒了 我只能趴下疗伤 三刀挺住 好吧 三刀也倒了 不过对于他来说 这一手几乎平常 咱们不必在意 咦 单轮四排了 有点小紧张了 我感觉敌人应该在那个房子周围 等一下 我看到一个 马上要刷圈了 他们也要跑毒 健身就是我的机会 不对 脚不熟 来自左侧五米左右 成功淘汰 另外一个也出现了 这个时候 我超前的丢雷技术就要发挥作用了 是不是感觉没炸到人有点不可思议 没错 真是我刻以为之 主要是给他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 消磨其斗志 俗话说 杀人不如株心 就是这个道理了 哎呀 都来了 赶紧跑 前面打到好激烈呀 我凭借着补充的能量只剩下五个的人了 只要不发生意外 对我来说没有一点难度 停声边位 右前方两人 距离5.6米 左侧一个球球车 车内一人 距离7.3米 那么还有两人 他们会在哪里呢 嘿嘿 原来在这里 不着急 等一个机会 就是现在 看懂吧 你们完蛋了 可怜的 屁球溜 没关系 我还有自救 我该死的 狙击手 我该死的 狙击手